嗨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17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应由优生学进行和成病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将深入了解日本工具机市场的最新动态。 根据日本工具机工业会JMTBA最近公布的数据,日本工具机订单额已连续16个月出现萎缩, 并在2024年4月份呈现了11.6%的降幅。 这是近三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两位数的下降,此次订单额的下降反映了多重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中国景气的放缓以及欧美高利率环境。 这些因素均抑制了企业的设备投资意愿。 具体来看,2024年4月份的总订单金额为1172.62亿日元, 尽管这一数字已是连续第39个月超过1000亿日元, 但仍显示出市场的疲软。 分析内需和外需的数据可以看到, 内需订单额较去年同月减少12.9%,达到363.28亿日元, 这一是连续第20个月呈现下滑趋势。 而外需部分,订单额下滑11.0%至809.34亿日元, 也是连续第16个月陷入萎缩。 从月度对比来看, 与2024年3月相比, 整体订单额下降了13.6%, 其中内需订单额下降了26.2%, 外需订单额下降了6.3%, 这一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市场需求的不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JMTBA会涨到夜善制对今年下半年的市场前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他指出, 随着半导体和电动车EV等领域的需求增加, 预计将对工具机需求提供一定的支撑。 到夜善制预测, 2024年的订单总额可能会达到1.5兆日元, 相比2023年将呈现小幅增长。 总的来说, 尽管当前日本工具机市场面临压力, 但行业前景仍有转机, 这将对相关企业的策略调整和市场动向产生重要影响。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探讨一项重要的工业教育发展。 西门子最近推出的新型工业认证计划, 这一计划旨在为未来的工程师群体带来颠覆性的培训和发展机会, 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需求。 西门子此次推出的工业认证计划名为工业技术转型计划, 这是一个创新的职业培训和发展倡议, 它结合了西门子的行业专长和最新的技术平台。 该计划的目标是培养拥有先进数字技能的工程师, 使他们能够在高度数字化的生产环境中升任各种角色。 这个计划将专注于提供实用的技能培训,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制造、数据分析、云计算和机器人技术。 参与者将通过一系列模组化课程, 学习如何应用这些先进技术于真实的工业场景中,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西门子合作了多家领先的教育机构和技术公司, 共同开发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这些合作伙伴将提供宝贵的行业见解和技术支持, 确保课程能够符合当前和未来市场的需求。 此外,西门子强调, 这个认证计划不仅仅是技术培训那么简单, 它还旨在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都是现代工程师在快速变化的工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技能。 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未毕业生提供认证证书, 证明他们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 这将极大地增强他们的职业前景, 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工业和技术职位上脱颖而出。 西门子的这一举措被看作是对全球工程教育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他不仅将改变参与者的职业生涯轨迹, 更有可能重新定义未来工业工作场所的技能需求。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删入了解NVIDIA, 泰瑞达和西门子在丹麦欧登塞, 也被称为机器人之城的新合作动态, 这一重要活动凸显了人工智慧和协作机器人 对未来机器人技术的深远影响, 欧登塞不仅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中心, 拥有超过160家机器人公司和3700名专业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泰瑞达机器人公司在此地开设了新的总部, 这是一个结合了优傲机器人2和自主移动机器人灭的创新中心, 旨在提升协作和创新能力。 在这四盛大的开幕式上, 不仅展示了最新的人工智慧机器人应用, 还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先进机器人未来的小组讨论。 这些讨论由来自NVIDIA、 西门子和泰瑞达的高层主管进行, 他们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合作来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NVIDIA的机器人和边缘运算副总裁迪普桃在会上提到, 结合生成是人工智慧和数未来生技术, 正处于一个技术变革的转折点, 这将极大地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此外, 西门子和NVIDIA的合作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更设计实现更高效和灵活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这次会异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全球机器人市场快速成长的当下, 协作机器人和自主移动机器人的市场价值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显著增长, 将者们共同探讨了团队和作对创新的重要性, 以及物理人工智慧如何在企业和工作场所中备有效使用, 以改变游戏规则。 总而言之, 这次在机器人之城Odenside的聚会不仅是对泰瑞达兴总部的庆祝, 更是一次对未来机器人技术发展方向的深刻探讨和展望。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深入探讨3D列印在快速原型制造中的角色及其格新型应用。 3D列印技术已经从一个概念验证过来, 这些工具演变成为许多工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特别是在产品开发的初期阶段, 快速原型制造, 或称RAP, 是一种利用3D列印技术快速制作原型的过程, 能够在短时间内从数位模型转化为实体物件。 这种技术让设计师和工程师能够迅速实现和测试他们的想法, 大幅缩短产品从设计到市场的时间。 在RAP的过程中, 使用的3D列印技术多种多样, 包括立体光固化SLA, 选择性机光烧结SLS和融层层基层型FDM。 每种技术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限制, 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决于原型的材料, 精度需求和成本效益。 SLA技术因提高精度和表面光滑的完成效果而被广泛使用, 特别适合需要精细细节的小型零件。 而SLS技术则能够处理更强大的工程塑料, 适合制造功能性零件。 FDM则因其成本效益和快速输出, 而在快速原型制造中非常受欢迎。 透过RAP, 企业可以快速迭代设计,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持续改进产品, 应对市场或技术的变化。 这种灵活性对于保持竞争力和创新至关重要。 此外, ZID列印还能够在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进行彻底测试, 从而降低后提升产阶段出现问题的风险。 企业可以利用3D列印来验证产品设计的可行性, 避免在生产大批量产品前出现成本高昂的设计错误。 总之, 快速原型制造在现代产品开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加速了创新速度, 还大大降低了开发新产品的风险和成本, 随着3D列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我们可以预见RAP将在未来的制造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将带给您来自国际, 贸易战场的最新动态。 今日的焦点, 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 欧盟在这场跨大西洋的经济对峙中如何自处? 我们将深入探讨, 美国政府于5月14日宣布, 将对中国制造的多项产品施加重大关税调整, 这些产品涵盖了从电动车到半导体, 以及太阳能电池和港口起重机等关键工业装备。 最受瞩目的是, 电动车关税将从原本的25%积增至超过100%, 这一措施无疑是一计重击。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Morad Schubert教授提出警告, 美国的这一孤立主义策略, 极有可能将欧盟推入更加棘手的经济困境。 在美中贸易战的压力下, 欧洲的重工业如机械制造、 锋利涡轮机及汽车制造业, 尤其受到所谓的中国冲击的影响,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的Burkland议员批评美国的做法 为纯粹的保护主义。 他指出, 这将迫使中国企业将更多产品转移到欧洲市场, 从而加大欧盟保护本地市场的压力。 这种趋势对欧盟来说似乎并不利。 进一步来看, 德国与中国虽建立了坚实的产业伙伴关系, 但如今面临的适日易增长的产业竞争。 阿联保险的研究指出, 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已在多个领域超越德国。 J.Rigien Mathis,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专家, 也表示德国的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受到中国以低于市场价格进行竞争的威胁。 基业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揭示, 绝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在2022年都获得了政府的直接补助。 其中不乏如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吉峰, 立法电机制造双明羊这样的行业巨头。 这种政府资助的策略, 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使中国企业成为某些产业的领头羊。 对于欧盟来说, 反补贴调查正逐不展开, 以电动车, 太阳能和锋利涡轮机为首批调查对象。 据知情人士透露, 欧盟可能将对中国产品施加25%至40%的关税, 但这种政策有其局限性, 因为它可能只针对特定制造商而非所有中国进口产品。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成员国对于是否应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倾销税意见不一。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支持, 而德国总理肖茨则持反对意见, 这反映出在这场跨国贸易战中, 欧盟内部也存在不小了分歧。 这就是今天的专题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关于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 我们将继续关注并及时向您报道, 再会。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